如果你的勃起的長度 少於10公分的時候 那這1到3公分 可能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可能會覺得 哇 這太棒了 對啊 用扇子來 我命中好啊 那你現在勃起我看一下 沒辦法 那加長這個部分 算是非常困難達成的一個項目 目前喔 大部分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做一斤加長 大部分他能夠 加長的長度是 1公分到3公分 那偶爾有一些論文 他們寫說他們可以加長到 5公分 但是這不是大多數 大多數大概就是1到3公分而已 如果你的勃起的長度 少於10公分的時候 那這1到3公分 可能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可能會覺得 哇 這太棒了 但是如果你勃起的長度 已經有12、13、15、18公分 你還來跟我說 我想要再多1公分 其實我們大部分就是會拒絕 因為對你和對你的女伴 因為沒有太大的幫助 而且女生真的有想要這麼長嗎 這我不曉得 應該我們自己是不是 因為一般大部分 拘點 女生的拘點 大部分進去大概是兩個指節的深度就夠了 所以其實大概4到5公分 有效距離4到5公分 甚至於6公分最多大概就夠了 好安慰的一句話喔 所以男生只要有6公分就夠了 所以大家不要氣餒 6公分不夠啦 6公分是要完全進去的6公分 你總是會有一些無效的在外面 無效 所以10公分算是一個 我認為是比較基礎的一個 進可攻退可守 有很多花招可以改變 然後這樣是相對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加長 這一段有點醫學 大家要忙的先去忙 想聽的就留下來 就是說 我們陰莖你在外面看到 它不是全部海綿體 它大概還有1-1%到1% 海綿體是在我們身體裡面 沒有真的外露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這個 藏在身體裡面的海綿體 往外拉出來 但是往外拉出來 這個動作為什麼很困難 因為它有一個懸韌帶固定在骨頭 把這個海綿體跟這個骨頭黏在一起 我懂了 就像唇膏一樣 就是你把唇膏全部轉出來 它還有一截唇膏會在裡面 但是陰莖會更多 比唇膏更多 真的喔 對 比唇膏更多 它這個懸韌帶又很重要 因為懸韌帶 它是會讓你勃起的時候 往上翹的一個結構 所以我們如果要真的拉長 就要把整個懸韌帶打斷 那打斷了 你就沒有東西固定 你就會這樣子好像 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 你就是沒有地方固定 所以這個就是取決在醫生的智慧 你到底要打斷全部 還是要留一點點 那另外你拉出來之後 你要怎麼固定 你要重新再固定 還是你沒有再重新固定 它的手術的方式 其實相對來講 是難度蠻高的 那如果你要達到很好的效果的話 你就變成傷口要開蠻大的 而且因為你這樣看 你拉出來之後 那你外面的皮從來來 所以你還要再把肚子的皮 再往下挪一 再接 對 所以它的工程是 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大家想說 不是我就把它拉出來 聽起來很簡單 但事實上要操作的時候是蠻難的 所以說 它會留下一個15到20公分的靶 傳統的做法 或留一個Y字型 然後15到20公分的靶 所以其實蠻大的 那另外呢 現在這幾年是有些醫生 嘗試用內視鏡去處理 但是 相關的報告 我們可能還需要再進一步更新 大概還沒有 全世界還沒有一個 大家都一致認同的一個好的方法 那不過有一些方法 倒是大家可以考慮 有一些人他是比較胖 那肚子很大 你注意看 這些男生他的陰莖常常會縮到這個皮膚下面 嗯 我們叫做包埋式的陰莖 然後這是一個醫學名詞 那所以呢 這一類的病人 如果他想要做陰莖延長術 我們就是只需要抽脂 哦把肚子那一種 哦你把陰莖 陰莖 我在說這個陰莖的根部 這個肚子這邊 他這個肚子很大嘛 他肚子很大突出來 這邊好像就被遮住 看起來就很短 嗯 這種是視覺上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 把他這個地方做抽脂 然後把他的皮膚收回去 那他的這個就會變長 就變大 或者還有一種 有一種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陰莖下面不是有一個陰莖 那有的人陰莖的皮呢 他會很 一直長到前面去 有些人會長哦 現在大家又開始做肚子 像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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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側面看 陰莖有些人的皮會長 所以他的陰莖看起來好像很短 他的陰莖的皮一直長到這邊 哦 那其實你只要把這個皮把它切開 把它縫回去 它看起來就變長 這個也當然也不只是視覺上 因為你如果太胖 你的有效進去的距離就變短 被肚子擋住 對 被肚子擋住 所以我們把肚子收下去 是真的有幫助 對你雙方的性行為真的有幫助 你說這個皮也是一樣 這個皮那麼多 你又進不去 它就卡住了 所以我幫你把這個皮收回來 然後把它剪掉 把它重新再縫合過之後 那你這整次真的是變長 剛剛講那個要拉出來什麼的 那我就說他已經都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他還想變長 就是需要比較麻煩的方法來處理它 那想要問一下意思就是 如果他加長之後 他會不會再鬥牛 就像人老了之後 平了就瘦了 你這個問題很好 他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們選擇這種 就是把韌帶打斷再拉出來的方式 因為他裡面產生疤痕組織的時候 他可能會亂縮 熔乳熔鼻這些義務的東西 他都可能會亂縮 疤痕軟縮 對 那這個地方會不會 也會也有可能 那他一旦疤痕軟縮的時候 他有點又可能又縮回去 所以我們臨床上也有遇到過 做完病人覺得還不錯 但是後來他又覺得 縮回去 一年兩年後他又覺得有點熟悉 那可以再做嗎 他就是要看他的狀況 有些人是適合可以再做 找得到原因的我們就有辦法做 找不到原因的 不知道亂縮在什麼地方 就會有點困難 所以如果初次想要增大 環醫師會建議他先不要做什麼階段 對 所以這個我們會擺在最後面 所以要跟他討論 你的問題到底是在龜頭 還是整個長度 還是怎麼樣 我們要先評估之後 才能夠出一個方案給他 如果他不做陰莖增大的手術 就是他真的很怕 或是他沒有錢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 譬如說口服藥的方式 或者是市面上很多人在賣賺藥 重要 可以讓你的陰莖變大變粗 那是真的嗎 站在西醫的角度來講 我們應該是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像一些狀行藥 一般狀行藥就是指向 為了剛剛那一類的藥物 那一類的藥物 因為他會讓你的勃血的沖血 比如說你原本可能是沖八分滿 那他吃了那個藥 可能會讓你沖到九分滿 甚至於全滿 好 那你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的確有可能看起來比較大一些 所以你說吃狀行藥 有沒有可能讓你感覺好像變得更大 更長 其實是有可能的 有些人他會靠陸珠來讓自己的陰莖震盪 就是把外物填塞進去他自己的陰莖 對 如果病患有這樣需求醫師會怎麼建議他 當然外面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陸珠都是 自己用什麼鋼珠啦 或是用那個牙顆粒去磨 然後他們自己放進去 合法的陸珠的材料其實是沒有 就是說你在法規上 你沒有一個合法的品牌 不像龍筆龍乳會有一個合法的 你說你找一個合法的材料來入珠 目前是沒有 其實我自己想開八一 我自己想開八一 然後這題外話 所以呢 我們能夠接到的基本上都是已經入完珠 然後後悔要來採 因為他們那些材料原本不是醫療用的材料 所以你不是醫療用 醫療級的材料你進去有可能 造成感染 造成發炎 或者疼痛 因為男生的入珠其實對男生來講是沒有任何幫助 男生的入珠可能是就是對女生 但是我聽到的 你說女生因為這樣子而比較開心的 其實比例也沒有那麼高 我聽到很多是負面的 因為我們也遇到很多是女朋友或是老婆 帶他老公過來請他拿出來 因為他很不舒服 如果他真的原本真的比較小 真的比較細的 那你當然入珠可能真的有幫助 但如果你原本是正常的 你在入珠其實反而會很容易造成 對方的不舒服 然後自己會有感染的風險 對對對 那想要請醫師最後還是給我們鏡頭前面的觀眾 一些正確的衛教知識 到底陰莖真大手術是適合哪些人 那一般人到底有沒有必要做這個手術 那我們就是給大家快速的整理一下 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勃起後的一個長度 低於10公分的話 你就要考慮就是不管是加長 或是加速這個項目 那至於粗度到底多粗才叫做正常 其實坦白講 你只要能夠滿足對方 你的女伴沒有抱怨 他覺得是OK的 基本上就是沒有粗度的問題 那所以對方覺得有問題 或是說你自己剛剛講的 誒 客觀上來講 誒 勃起以後小意思公分 那你可以來諮詢我們 那我們幫你評估一下 有時候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那只是說一般要看這種 陰莖增大增出的門診 這種私密門診的話 你要自備勃起的照片 包括正面側面 最好還在旁邊擺上一個比例尺 喔 真的喔 好 又不然 所以是自己在家先拍好來給你看 對啊 又不然 又不然 你來我命中 好 那你現在勃起我看一下 沒辦法 好 那你不然勃起 好 那我現在叫一個護士進來 你看能不能勃起 沒辦法啦 看來是這樣 沒辦法 所以說呢 所以說你當然就是要自己拍 帶過來讓醫生可 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好 那今天很謝謝醫師幫我們講解 陰莖增大手術 那如果有任何的需求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或是也可以直接詢問王醫師喔 OK 好 謝謝 謝謝 你不管做增大做增出什麼 你的目的就是 你希望女生覺得你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讓女生覺得你很厲害 就好了 所以我每次都開玩笑 我就說 你問我的size 我說一般普通啊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我就是有專業 我沒有什麼 你看到裡面 我是在你 在我心目的 你好好吃